今年中共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曾指出二次文革可能重演的威严 要求重庆市委必须进行反思 隔天薄熙来被免职 而最近中共中央刊物整理温家宝讲话的文章中 温家宝言辞批驳周永康追查所谓谣言的做法 尽管文章被部分删解 但仍以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方式浮出水面 分析认为温家宝高调批评周永康 是效仿两会批评薄熙来 因此周永康垮台已是必然 而且下场一定比薄更惨 4月16号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 根据温家宝3月26号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整理发表了一篇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文章 消息人士透露温家宝在讲话中以非常严厉的言辞批评周永康 但那些内容及涉及反腐等方面的内容在发表时全部被删除 文章中温家宝提出周永康所主导追查的所谓谣言 做法完全是文革的那一套 并且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而且事实终究是事实 任何人都无法长期掩盖 温家宝还说现在人民群众在互联网上的很多传说并不是什么谣言 相反我们的很多说法才是谎言和谣言 重庆市政府关于王立军休假式治疗不就是重庆市政府制造的谎言和谣言吗 而现在所谓的谣言之所以会出现 温家宝认为一方面是政府应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所谓谣言并不是敌对势力对我们的进攻 而是人民群众忧国忧民的反应 它反映了人民的希望 网络作家金楚指出 温家宝的文章被删除是中共这一体制 不允许温家宝将更多的内幕曝光 而周永康杀害前妻 娶江泽民侄女为妻 卖身投靠江泽民 在镇压访民迫害法轮功和异议人士上采用非人手段 他是踏着许多人的鲜血才爬到政法委这个位置的 因为周永康这样的人太邪恶了 太反人类了 可以说是中共的这个半部选拔 第一次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像周永康这样的以人品卑劣的下族的人 没有任何底线 为了查到目的不拙手段 这样的人是非常的邪恶 非常的反人类的 一个中南海高层 让这样的人进高层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只能把中国社会搞得暗无天日了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指出 目前是胡温借薄熙来事件清除江泽民派系的时候 温家宝站出来高调斥责周永康追查谣言的做法 有深层的意义 他在这个情况下提到权力要在这个阳光下运行 那还是有它的意义 就是对这个 扑法 这个有些情况的普攻 扑法狠案实际上是带有批评的意义 他对当前党内的斗争 他是比较鲜明的提出 要透明 要公开 那么这个和这个 周永康的做法是可以不断 从这个 就是那个公开的讲话里面也可以看到 他去 这个 这个 这个揭露啊 这个 扑法狠案 时事评论专栏作家张天亮博士表示 现在很多人讲 薄熙来不但政治生涯终结 还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但周永康的下场一定会比薄熙来更惨 中 sweets you 好 你 是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